有请市长 市委员早安 市长早 今天我们是针对补习教育法 但是呢 本席现在要跟您探讨的问题 是站在比这个高度更高的一个立场来看 整个我们的教育体系的效率 环境来做一个体检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方向对了 这个目标明确了 我觉得很多的制度 它就可以走在对的路上 是的 想请问市长 你知道什么叫学习曲线吗 学习曲线 是的 就是进步的一个轨迹 就是低成就高成就高峰偏峰这样的一个曲线 我想大概比这个还要更深度的 我想这里跟市长 分享一下 在11月27日就是前天 我们在英国的泰晤士报 它公布了一份叫做The Learning Curve 这个调查报告 它这是一种跨国性的调查报告 是由经济学人的资讯社来主办 然后是皮尔森的那个承办 它公布了40个国家的所有的教育效率的一个评比 那当然这个学习曲线当初是康南尔大学的那个桑特教授 它在总结飞机制造的那个过程里面的经验 以及它产量如果增加一倍的时候 它的成本是会下降到多少的比例 由这样的一个经验值里面去看待一个各个国家 它的教育体系的体质 那这个东西呢 最重要的目的它是要提供各国政府来提升教育的品质及表现 要提供这样的建议 而且最后是希望各国可以借由教育的优质化 提升整个国家的社经地位 那当然最终是要创造人民的福祉 那我在想说为什么要跟市长 还有我们整个教育部的所有的官员 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研究报告 是因为它这里面点出了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简报 我们看在那个40个国家里面 前10名排名的国家 这是一个量化跟直化的一个屏蔽 它总共有60项变相 这个60项变相里面 待会我跟你讲它有几个面向 第一名是芬兰 第二名是韩国 第三名是香港 第四名是日本 第五名是新加坡等等 也就是说这个前十大的排序教育体系 效率及表现优异的国家里头 有四名是亚洲国家 我们中华民国跟大陆好像没有被评比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被评比吗 市长 这一点我不知道 那是因为要参加他们选取的这个评比对象是有基本条件的 第一个你起码一定要参加披萨 第二个你要参加TMSS 这两项这个国际的学术的评比 这个一定要参加 但是我看我们TMSS 我们在2003年参加之后 好像没有更新的一个参与 有吗 那当然除了这两项是基本条件之外 它还有所有很多的量化的数字必须要完整 总共60个国家里面只有40个国家有资格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提供的那个database是不完整的 无法评比 所以待会这个我也要请教次长 针对这样的一个国际的评比 我们台湾为什么缺席 那现在就是说针对这个前十大国家 那个次长 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 是 你看看芬兰跟韩国 这两个国家 他们的教育的一个理念跟实施 跟体制是截然不同 对不对 很大的风格不同 韩国是比较竞争型的 是 那芬兰是比较尊重学生主体性的 学生为主的 但是不管是哪个教育走向 你看看他们都有办法在全世界的前两名里面 独占凹头 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些启示 也就是说你的教育的制度 跟你教育的那个所谓的价值观 会影响 它是会影响 但是它可能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 你在教育的表现上跟效率上 你还是可以分庭敬礼的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妙的 还有这四个国家 东方都各有优偿 但是这四个亚洲国家 你想想看 跟我们台湾地理位置相近 教育制度相近 文化价值相近 如果我们台湾参加 次长你认为我们台湾会在哪里 落点会在哪里 落点应该不输韩国 我有绝对的信心 是吗 那我就跟次长来分享一下 这个评比指标 它有一个Data Bank 里面有60多个变相 这个变相里面分三大变相 一个是教育输入 教育的投入的变相 一个是教育输出的变相 另外一个是社经环境的变相 我举例 像这里面呢 像教育预算 生思比 披萨成绩 失智率 犯罪率 及失业率 好 如果是这样 我是觉得说 可能部长 次长 我觉得我没有你那么乐观 我是说 光是一个失业率 可能就会让台湾的弱点下降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评比 很多整个国家的 支持教育体系的要素 都要放在一起评量 所以它不是光是在看 我们的学生 在国际的科学考试 我们的成绩 或者我们拿多少 比赛的成就 这里是一个国家的环境体质 所以我想大概没有那么乐观 不过我们就来再来看看 我们的披萨2009的结果 我们现在来检讨台湾 台湾在这个披萨的阅读 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是在全世界 全球里面 第23名 数学是第5名 科学是第12名 我们除了数学这一项第5名 赢日本之外 其他全部输 前面刚刚讲的四个 四个国家 所以啊 这个地方 跟委员报告 当然总部还没有公布啦 不过侧面的消息 我们今年的成就 是可以让国人宽心的 好 那这个就表示说 今年2012的这个成就 等于2011的成就 比2009 今年才刚刚 对 就比2009有提升嘛 对不对 有进步 是 好 那但是次长 我想啊 我提出这个来跟你分享 事先看看 我们就以自己的学习的成就的落点 在这四个亚洲国家里面的位置之外 更重要的是 希望把我们放在全球这个 40个国家里头 而且除了学习成就表现之外 还要看其他的 我说所谓的60个变相里面 整体的关系 是 这个是一个correlation的一个调查 是 好 那我在想啊 这个 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啊 他还 还点出啦 点出了 我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 他的报告里面指出 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你看看啊 我们跟亚洲这几个国家 其实是很相近的 但是我为什么认为不乐观呢 是因为他说 他的总结报告 他认为这些排序比较好的国家里面 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 经费很重要 但拥有支持教育体系的文化更为重要 这是其中一项哦 那针对这样的东西啊 现在我们在经费审查期啊 本席就认为啊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我们啊 常常去想 我们投入在教育的经费 多少跟多少 我们今年有没有比去年增加 虽然经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有错 但是更关键的成败是在于 要建立一个对教育体系表现 支持那种态度的一个文化 是 这一点我们教育部 有没有去思考 是 为什么在这一点上 我们在台湾看不到呢 你想想看 就以十二年国教来讲 我们啊 我们那个地方政府跟中央常常抗衡 明星学校啊 常常跟教育部啊 抗衡 报告委员现在已经快解决了 好快解决了 那家长跟学生对教育部 还是不信赖 我现在要讲的是 你想想看 一个支持国家教育 这样的一个文化跟环境 这样的一个氛围 它是一个成败的关键 那我们在做经济教育 教育经费投注的同时 我们有没有同时去营造 这样的一个支持体系 现在就跟 尤其是以十二年国教来讲 我前天主持一个 跟地方政府的对话的一个管考会议 我可以看到 同心协力的那种氛围 非常的浓厚 在这里跟请委员能够宽心 是这只是十二年国教 我们一路看来 从历史的发展看来 我们教育部所提的 所有的重大的教育政策里面 即使在照产观学也多了 赋予权利的支持 所以昨天院会也通过了 所以你认为在这个支持 教育的那个体系的一个 支持的文化这个部分 相当重要 我们可以改进 对不对 我们会努力 一定要鼓励 而且一定要积极把它放成 重要的事项 它比经费预算来得更重要 第二个 报告委员 我插个 不好意思 我插话 我们 你要不要快一点 因为我身上一分半 委员今天的提示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提醒你 委员今天的提示 我们会责成国家教育员 跟我们教育部 一起来 你要降低社会的疑虑 要增加他们 对我们的教育的支持度 信任感 这个东西是关键 第二个是 郝老师是无可取代的 这个我们 教育政策的成败 教师是关键 我相信你一定认知 但是我们的师资培育系统 有没有这么做 我请教一下 我们从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师资的培育 我们已经都九年一贯了 现在已经要十二年一贯了 我们的师资培育 还是在走 初等 中等 高等 你怎么一贯呢 你怎么去做呢 我们会跟您做更好的 这不是现在接下来十二年一贯以后的事情 你再推十二年一贯的当下 你就要去想 好的师资 什么叫好的师资 它有没有ART的能力 它是不是有个教学的一个能力 它是不是有研究的能力 它本身是不是有个哲学思想的高度的能力 是的 这就是专业表现指标 是的 但是你绝对不会是在十二年国教推行之后才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思考两三年了 好 那做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没有比透过教育来提升 劳动市场收入更简单的路径 这里面要讲的是 我们讲到学用落差 产业升级 以及无缝接轨 尤其是学生 孩童要创造下一波的工作 我们不是去替它制造工作 我们要让它创造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建议一定要好好的听起来 另外是教育资讯的充分 是非常重要 譬如说我们台湾做教育改革 我们都是在自己的立场 从自己台湾的定位去思考我们国际的地位 但是你有没有去想到 今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learning curve的这个报告里头 我们同时去看 我们台湾在国际的弱点上面的关系里面 我们少了哪几个要素 好 我认同朱金一主委昨天说的 国际的学习的这个成就的表现 我们值得参考 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copy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洞察力 走出自己的路 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走在后面 一路在追别人 而教育部有这样的责任 在前面领导我们 领导我们把教育制度走前去 绝对不可以落后 全球思维在地行动 是不是有没有信心 我们有信心 比经费预算来的更重要的 支持的教育体系的文化因素 有没有信心 这一方面是绝对要有的 而且是核心的核心 好我们要来追踪 Global Global Global